我們看到是不是整個戰爭的戰情 持續升高 已經戰爭升級了 但是第二輪談判可能在今天登場 一定談不下來的 沒有機會談成 而且雙方也不想談成 可能烏克蘭這邊比較想談成 但是烏克蘭大概不會去接受俄羅斯的條件 那俄羅斯的條件不需要靠談判打勝 他就快要接近勝利 大概未來7到10天 烏克蘭就會全面垮台 這是可以預期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在看在這戰爭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媒體的傳播理論上的名詞 就是一個聚光燈的效應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關於這個報導 你要想到它存在一個戰爭迷霧中的誤區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的記者其實都集中在大城市 所以你會看到大城市 基輔怎麼樣啊 基輔沒有打啊 或哈爾科夫還沒有淪陷啊什麼什麼 你就覺得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勢 其實還看起來似乎是不是有一點雷聲大雨點小 又或者是說強弩之木 後勤補給跟補上 但其實不是 如果你去看到其他更多的外電 包括像是英國美國也有這樣子的外電 還有甚至蠻正式的報告 然後包括俄羅斯公布的一些戰報 現在戰爭的一些衝突點 都已經接近在這個 這個差不多是從北到南貫穿烏克蘭領土的地孽伯河周邊 當這些地方發生戰鬥的時候 你就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俄羅斯快要完成它這個階段的戰鬥目標 就是把原本成兵在烏克蘭東部的這些烏克蘭的主力 大概有人說12 有人說20個這種野戰旅的這樣子的主力部隊差不多快要被包圍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你現在注意到的就是比如說現在電視媒體會告訴我們那些紅色的區域 包括像南部啊 東部啊 或是北部啊 這些紅色的區域 然後看起來像是像是這個俄羅斯 你看進展的還蠻緩慢的啊 都只有像是沾到一點邊這樣子 但其實在中間這個地方呢 這個藍色 淺藍色的部分其實就是地孽伯河 那其實如果你看到很多外電更完整的報導的話 這些地方都陸續開始發生戰鬥 代表什麼 代表它在抄後路 代表說原本在這個右邊 右上角 烏克蘭東邊這些主力部隊大概已經來不及撤退了 你的後路被圍住之後這還是俄羅斯真的打仗的方式 你的後路已經解決了 他當他完成這個包圍的時候 同時他也會殲滅你所有的有生力量 那當烏克蘭失去這些部隊的時候 你的談判就失去籌碼了 我們再次回頭看 普丁最先揭示了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叫去軍事化 然後呢 去納粹化 去納粹化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烏克蘭中央政府 不要忘記了烏克蘭中央政府 確實被 長期被俄羅斯指控 他裡面有一群新納粹分子 那怎麼表現呢 就是在這個東部啊 或是在東部的內戰的時候 有所謂的亞素營啊 頓巴斯營啊 這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 他曾經在這個內戰當中 去針對不同的種族啊 燒殺魯略啊 這些其實都是斑斑可考的 結果呢 這個烏克蘭現在的這個 親西方的政府 不但沒有去追究他們的戰爭罪行 甚至還把他們當成 當成是正式的國家武裝 由內政部管理的國民警衛隊 甚至還把他們追認 就是等於是認證他們 這個如果他一旦退伍 有這個軍人 正規軍退伍這樣子的待遇 所以呢 這場戰爭去納粹的話 具體表現在哪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現在看到很多的報導講說 南方的港口城市 叫馬里烏波爾 馬里烏波爾跟奧德薩 還有卡爾科夫 這個分別在西南邊 東南邊跟西北邊的城市 都是這些 這些所謂的民族主義者 或至少被俄羅斯認為的 民族主義者的根據地 這些城市 基本上都會爆發 非常血腥的戰鬥 其實我看到一些影片 但是那可能還沒有 沒有 沒有百分之百確認 基本上你現在看到 在基輔跟卡爾科夫 這些戰鬥 都是 這個層級 如果你覺得很血腥的話 那現在網路上 有流出的一些照片 就是針對這幾些城市 針對這些 這些武裝力量的清角 基本上就是斷圓殘壁 跟在馬路上面的橫屍一片 他是用這種方式 去對付這些人的 他這些人是 大概是沒有機會 就是你投降了嗎 對不起我沒有聽到 差不多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場戰爭 真正血腥的部分 現在開始 馬里烏伯爾 現在是被包圍的狀況 卡爾科夫開始出現 正重武器的轟擊 那奧德薩現在是 正在進軍當中 那所以 這個在戰場上面 他必須要解決這個事情 而在中央政府上面 他必須要把你打到 你的政府裡面 他一定有一張黑名單 跟綻放名單 在這樣戰爭結束之後 在這個政府裡面 去包庇這些人的 去認證這些人的 這些人必須要處理 所以這個目標 現在 我看普丁是很認真的 正在進行當中 那完成了 完成之前 是沒有和談的空間的 這是第一個 去納粹話 第二個去軍事話 就剛講的 我想要建立一個 一個 在烏克蘭建立一個 跟西方世界的緩衝區 那我要怎麼樣 一個沒有武裝力量的烏克蘭 或者是說他至少 對我們有敵意的烏克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是 他是有一個空間的概念 他也有一個 有一個實際的條件 就是你的軍隊 我把你打殘 我把你的軍隊 基本上打殘了 免得你現在 你現在明明還有力量 那你跟我投降 難道我就信你嗎 你假投降的機率很高 甚至於說 你就還有力量 那我怎麼能放心的 相信你的那些 那些條件呢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些 阻力殲滅 他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那另外在空間上面 他一定要完成一個面 就是在地孽不回以東的烏克蘭 東邊的部分 他一定要完全的掌握下來 掌握下來之後呢 那所以 才真正的有所謂的這個 什麼緩衝區 建立的可能性 那在這兩個大目標之下 他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情 這些事情不是什麼 我們在看什麼 什麼Twitter上面 講那些五四三的假消息啊 又或者是 或是報章雜誌 或是電視台 然後呢 一面倒的講西方觀點 其實那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台灣人民 要非常認真的去思考的件事 就是 就是戰爭的本質 戰爭本身是一個有機體 大家一旦開啟之後 他的 他會 他會在這過程當中 會暴露他最血腥殘酷的 還有所有人性的真實面 都會露出來 而這個戰爭 剛一旦開始的時候 不是你今天要挺誰不挺誰 或是你的主 你的主觀意願 去能夠去改變他的進展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好像 一副好像是怎麼樣 世界被提早開打了 你今天站在烏克蘭這一隊 還是來幫俄羅斯這隊加油嗎 這件事情我們 用這種方式看待 就是非常的幼稚跟天真 第一個 第一個 國際政治跟戰爭爆發的理由 不是你高 不是這麼簡單的 第二個在實際層面 他已經 就是你的想法根本不重要 你要支持誰 不支持誰根本不重要 你要講什麼其實也不重要 然後我覺得其實台灣 台灣人更要認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從烏克蘭情勢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歐美國家 然後呢長期在標榜所謂價值外交 我們都是民主自由同盟 我們都是講究人權的這樣子的國家 價值外交在真正的戰爭面前 在真正會死人 會損失金錢的這樣子的 實際的實際面之前 他就是屁啊 就是這麼簡單 剛剛呢許智杰委員強烈建議說 北約要出兵 北約出兵這不就是擴大戰端嗎 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 我當然是站在 我站在對你看戴著烏克蘭口罩的角度 會覺得說這種戰爭必須要 好像必須要有一個這種就是 就是一個制裁 制裁俄羅斯 你不能入侵烏克蘭這樣的角色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應該是微乎其微 就是其實 其實烏克蘭一直在過去在蘇聯時期 它就是蘇聯的一部分 這些西歐國家 或是後來他即便往東擴 然後納了很多中歐跟東歐的國家加入北約 可是基本上大國彼此之間 他們心中都有彼此認為誰是誰的地盤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存在 所以烏克蘭其實 北約根本不可能為了烏克蘭去跟俄羅斯打仗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第一個 你也不可能打 好像最近幾天 雖然我從來都不覺得 有絲毫爆發核戰的可能性 但如果要來討論就來討論 你覺得完全絕無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發生核戰 因為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講說要發生核戰的話 俄羅斯他只要丟一顆核彈到巴黎 在巴黎引爆 法國就死掉三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你丟一顆到莫斯科 俄羅斯的疆域還有這麼大 法國要靠著很多服務業 服務業然後來支撑它的經濟 它現在是一個很高度發展的經濟體 但是俄羅斯就是賣天然氣跟石油支撑它的經濟 哪一個重建的可能性會比較高比較快呢 所以基本上這雙方的損失就是 這就是一個用嘗試就判斷出來的可能 就是不可能這樣 他現在就像是你知道老大跟你談判 你知道你有什麼話要講 來來來來好沒問題沒問題 歡迎歡迎來談 那老大先把槍放在桌上 他會拿起來開嗎 基本上不會了 他就是告訴你說 有一把槍在桌上 然後歡迎你來談 就是這樣子的動作 他不可能真的去做這件事情的 他一直在講說好像這個 好像北約多強多強多強 不要忘記 這個你現在看到的歐洲的這個戰局 你只看烏克蘭的情勢 好像就是大家都聚焦在烏克蘭這個領土當中 這個有點像是一塊 我都覺得它很像一塊豬肝這樣子的形狀 但是不要忘記 莫斯科跟波蘭華沙之間也是臥野千里 那個如果坦克部隊開過去也是 也是大概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一兩天之內就可以開到了直線距離 那波蘭可是北約的國家 你在那邊你到烏克蘭參戰 那你有想過你華沙 華沙你這個波蘭正式的北約國家 是直接曝露在這個 這麼長一條的戰線 在二次大戰當中 別忘記波蘭是在 是在大概不到兩個月之內 就被德國跟俄羅斯給瓜分了 被蘇聯給瓜分了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歐洲是經不起打的 不要覺得歐洲這樣子 你現在看到歐洲為什麼喜歡嘴炮 然後把話講得這麼兇 就是因為他們不敢做什麼 不敢做什麼的人 他就會把話講得特別大聲 就像蘇貞昌這種人 腦袋空的 他不知道他能做什麼 他不知道他具體該做什麼 跟他能做什麼 所以他到現在還能一直在講掃把 我還以為他是霍格華茲的學生 要去比奎帝奇一樣 不然那把掃把到底有什麼用 我真的不懂 就是人狠話不多 像普丁這種他也沒跟你多講 我就直接打了 然後歐洲這些不斷的堆疊 堆疊那些說我今天要怎麼制裁你 我明天要怎麼制裁你 連普丁的黑帶都可以取消 講到這種份上了 你有辦法阻止俄羅斯坦克的進軍速度嗎 你有辦法拿回烏克蘭的滯空權嗎 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 你不敢 你不能 你也不願意 所以你就只好不斷的講更多這些 講到已經有點匪夷所思的話 那所以就是現在這個局面啊 接下來還會更多啊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其實大家看這個局面的時候 你要可能要把很多 要把不同的角色分開來 像我們常常講歐美歐美 但其實在這場戰爭當中 歐洲跟美國的利益也不一致啊 也不是一致的啊 那歐洲好像覺得說 這個歐洲從二次戰後 他們對蘇聯 這是一個根植在DNA當中的恐懼啊 他們過去七八十年都是恐懼說 這個蘇聯可能會 啊會不會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西柏林就是 這個整個柏林 西柏林都在都在這個東歐的 對不起東德的這個勢力範圍當中 他們是一直有這樣子的恐懼 恐懼蘇聯 所以當俄羅斯又再次 似乎要喚起他們過去 對蘇聯的恐懼的時候 他們反應會很激烈沒有錯 他們反應很激烈 但是美國沒有跟你玩這個啊 美國沒有跟你玩這個啊 我最好就是你這個德國啊 我最好趁機啊 讓你不要用歐元去跟俄羅斯買天然氣 你還是跟我美國買 好不好 我就還是能夠掌控你 所以呢你最好這個大家小打小鬧啊 打到四可而止就好 烏克蘭丟了就丟了沒有關係 我只要你德國跟法國不要起惡心 要繼續效忠我美帝就好了 那不要真的把我拖進戰爭裡面 沒有要跟你打這個喔 美國的利益是這樣 那歐洲自己的心理恐懼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他們實際上又經不起打 他如果真的插槍走火 那就是把美國拖進來 不然的話就會很麻煩 就像二次大戰剛開始的時候 那樣的狀況一樣 所以彼此的利益也是不一致的 俄羅斯他現在就是 反正烏克蘭我遲早要遲起來 我也懶得跟你多說 這個大概一周十天 這個戰局就會有決定性的結果出現 那歐洲就開始在那邊恰恰丟 哎呀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一直講 但是你實際願意做什麼呢 什麼都不願意做 因為你剛剛講的 不能不敢也不想 什麼北約就不要講了啦 北約其實從頭到尾 沒有真的認真去思考 要不要要把烏克蘭加進來 那是烏克蘭一廂情願 歐盟更是不要想了 拜託烏克蘭的問題是什麼 烏克蘭的人均是四千多美元 四千多美元 歐盟是多少 歐盟是三萬多 歐盟三萬多 今天你把它加進來之後 你要用什麼去 你要去怎麼樣 你要搞到德國跟法國 都忍不住要脫歐士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在那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就是一大群的 比如說進步價值 覺醒人士在那邊 我們就是挺價值 我們什麼都講價值 歐洲委員會真正這些國家 行政單位都說 沒這回事 我們沒有要隨便給你加進來 因為他們才是真正要負擔 整個國家財政跟整個歐盟 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的那些 負責任的人 所以這些都是細 都是細 而且你只要抓到一個原則 真正有能力解決問題 跟有能力去改變局勢的人 他就直接做了 那些整天在那邊哇哇叫 哇哇叫的人 就是因為他什麼都不能做 什麼都做不到 他因為他特別大聲 因為他除了講話之外 他其他什麼事都做不成 就這樣 所以現在所有牌 就是在普丁手上了嗎 這樣聽下來的話 西方國家 接下來還是指出一張嘴啊 我不會覺得 牌全部在普丁手上 可是問題是現在這個局面就是 你是他 你換位思考 你是他你要做什麼 我就把你烏克蘭打下來 你要制裁 沒關係你就制裁嘛 那你就不要買我天然氣嘛 你餓 你歐洲的老人窮人 不要買我便宜的天然氣 你去跟美國買 看你要餓死凍死多少人 我有差嗎 那你就制裁我啊 沒關係 克里米亞你就制裁過啦 所以他現在的局面就是 大家不要一廂情願的 用你心中的價值 或是你在那邊 這個跟大家 大家都說民主很重要 什麼什麼獨裁 我跟民主跟獨裁作戰 然後去用價值 這個世界上 從來沒有價值外交成功的時候 除非太平盛世 大家都出一張嘴的時候 才有所謂價值外交 現在是坦克車 開在另外一個國家的土地上的時候 就只有坦克車前進速度 是唯一的真理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 就是皮斯麥的名言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其他都是虛的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